同学们好,我们今天来织一件小袜子啊 这个袜子因为是纯毛,而且又有一定的厚度 所以在地板上,甚至是在地砖上 冬天的时候也不会冰角 而且它有着非常好看的袜装的部分 是这样的曼陀罗花纹 穿的时候呢是这样穿 看,整体在整个的脚踝的部分啊,非常的漂亮 好的,我们现在来介绍这款作品的相关情况 它出自于我在中国已经出版的这一部编织图书的 看看是哪一页啊,在这一页 你看,模特儿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个袜子啊 就是现在我们正要为大家讲解的这一件 好了,现在就正式的和大家一起啊 来学它的编织方法 实际上,别看袜子很小 但是,它真的不省线啊 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这两个袜子用了三两多的线 大家没想到,是吧 因为袜子相对来讲,它跟袖子差不多 对不对 尽管看上去,我们都认为它很小 但事实上,它真的是在线的这方面啊 大家要控制好 千万不要出现你家里,哎呀,就三两线 像这个袜子,到最后袜装织不成 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袜子的实际用线要有一个估计啊 好的,我们现在来看啊 所有人都认为是从这儿起针向下织的 但是事实上,它真的是从脚尖开始的啊 这期给大家讲这样织袜子 然后下一期呢,会给大家讲从袜装怎样向下来编织 都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袜子确实是在所有的服饰里边啊 没有太多的,我们认为的那些技术点 它只是按照一个非常有规律的方式啊 向下缓形织就好了 整体都是缓形 但是有一小部分会有往返织 但是多数是以缓形为主 但就是小部分的这个往返织啊 使得整个袜子在技术点上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但是只要你掌握了这些 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 好,这款作品用到的毛线呢 是纯羊毛的粗线 因为地板袜嘛 我们要交的稍微厚一点啊 支针呢,也是6号的支针 但是,但是,因为我们支袜子要的就是一个什么 厚暖紧致 所以同学们啊 今天给大家讲的所有的帧数和高度 你都可以参考 但是,支针你可以用稍微细一些的 比如8号 最细你可以用到9号 10号就不可以了啊 这个粗度的毛线 它是一个四口合成的 毛线的直径呢,是2.5毫米 如果您用其他规格的 细一点的支针也没问题 再强调一遍 9至7号都可以 也就说比6号 细三个号都没问题 好了 我们现在就正式和大家一起啊 来编织它 首先来说啊 它起针是在哪呢 给大家打开来看啊 起针是从这儿到这儿啊 从这时候说啊 因为我们是这样的编织方向嘛 我们起针呢是从这头到这头这儿 看到了吗 那么我们这个位置一共起了多少帧呢 一共给它起了是 11帧 哎呀,我把这个都弄乱了 再次看一遍啊 啊,sorry 有6号帧 以后起了22帧啊 22帧 强调一遍起了22帧啊 那么我们这22帧是怎样来编织的呢 首先来说啊 这22帧起好了之后 我们是给它环形一圈织的啊 为什么刚才我说了一个是那什么呢 是这个 是11呢 因为我把它看成片状了啊 这22帧我们还行 起了针以后 还行向上支 支的过程当中注意了 我们要在环形的这22帧的左右 要各取一帧来作为什么 加针点 也就是仔细看啊 就是这个地方 看到了吗 啊,这边也如是啊 你看 22帧的左右 各取一帧来作为加针点 我们要怎样啊 我们要 还行着一边支 一边在加针点的 左右 隔一行加一针 隔一行加一针 一共加五次 同学们能理解这个吗 啊,所谓的隔一行加一针的意思呢 就是 正面加 支正针的时候加 支反针的时候 并不加针 明白了吗 好,大家看啊 我们在加针点的两侧 这一加 这一加啊 也就是说取了一针 在一针的左右 隔一行加一针 隔一行加一针 隔一行左右各加一针啊 这边也如是 也是取了这一针 在两侧这样加针 那么 我们向上一共给它加了五次之后 它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呀 也就是这边多了十针 这边多了十针 对吗 那么整个一圈现在是多少了 那就是多少 42针 开始我们起了22针 对不对 啊,现在变成了 42针了啊 我们仔细看 这42针 就是你刚好 现在这是袜子的脚面的部分啊 刚好与你最初起22针的位置 相比多了 20针 因为你 这边加五针 这边加五针 一共十针了 这边加五针 这边加五针 也是十针 两个是一共二十 对不对 好了 现在这42针 我们就给它 环形一直向上支啊 环形正针啊 开始起针的时候 也是正针啊 好了 我们这22针向上 一共要给它支多少厘米呢 15厘米 有同学说了 哎呀,您这个袜子是给成年人穿的怎么才支15厘米长啊 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啊 自己私自的增加或者是你减少还可以啊 但是万不能增加 为什么 因为我们脚的长度啊 在织袜子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脚跟和脚尖的部分已经织完了 脚尖部分是在哪啊 就是你刚开始织的这一部分 明白了吗 也就是说你从这个位置向上 织15厘米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除了脚尖以外 你要向上支15厘米 而且那边还给脚跟留了地方了呢 所以不要无故的增加它啊 好了 织完这15厘米之后 我们就一直环形在保持42针向上支 中间没有任何的增减 记住了吗 好 然后我们怎样 翻过来看看脚背 也就是我们这15厘米刚好到哪啊 不是脚背 这脚心 这15厘米刚好是从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从这个位置到这儿 好了 这时候关键的动作来了 也是整个的袜子在编织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细节 这儿掌握了以后你什么衣服 重要的一些加针减针的位置你都能够迎刃而解了 好 这时候我们要怎样 将你的42针 总结说42 对不对 将你的42针给它均分成两份 一份21 另外一份也是多少 也是21 然后我们要怎样 一个21留给脚背 脚面 这是留给脚心的 明白了吗 这是留给脚背的 好 脚背的21针别动 就让它停留在支针上 不理它 然后我们取正面的21针 也就是脚心的21针 要做怎样的编织呢 要给它往返支 这面的21针啊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要给它往返向上支 支的过程当中我们注意啊 在两侧把这个21针偷过来啊 因为它两边都是一样的21针 看到了吗 我们在21针的两侧干嘛 减针 按照怎样的规律减 隔一行减一针减五次 这边也是隔一行减一针减五次 两边都减完你的针数一共少了十针才对 因为你是片装支的 明白了吗 你的那21针在脚面没碰没管 所以你只剩下了脚底下脚心这21针 记住了吧 我们这21针的左右 一边支正针在两边一边减针 明白了吗 减完之后当你的总针数 减完了到这儿 你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11针了 理解了吗 剩下的这11针我们要怎样 又改了 这11针还是往返支片 一边往返向上支片 一边加针 你看 我们是隔一行加一针 也就是没两行加一针 一共加五次 这边加五次 这边加五次 注意了 你在加的同时 之前你减针的这个位置还记得吗 你要与减针的位置给它挑在一起之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你一边加针 一边把这边的边缘 就是加针过的那个位置 原来你 sorry 原来你减针的那个位置 开始不是减着向上支支成了一个小三角 小山一样的吗 对不对 把它的边缘这一针 因为这是你减五针 这是你加五针 所以这合适 每次你在这加的时候 都顺便把边的一针给它支在一起 能明白这意思吗 支在一起就让它形成了一个 小挖的小兜兜一样的东西 两边都如是 一边加你的针 一边把原来这个针数给它 跟你的支在一起 不要让它散着 不要让它形成一个片 要一边加针 一边让它形成一个碗状 一点一点 这个碗一点一点圆润了 不是散开的 明白了吗 好 用这样的方式 这两边五针都加完 原来减五针的位置呢 一起都合上了 哎 你会发现 哦 怎样啊 哎 我这个位置形成了一个 环形 但是注意 这环形 万万不可以 怎样啊 万万不可以 再继续了 你这时候要找到谁 找到谁呢 找到你后背的 脚面的那21针 哎 因为你这个位置啊 经过了加针 你也是21针了 明白了吗 啊 这21针和这个21针 这个时候 在合圈合成多少 合成42针 环形向上 继续直正针 明白了吗 多神奇啊 这个位置啊 最有意思就是这一块 好了 这时候你的42针 环形向上 给它织5厘米就好了 不要太高啊 织完5厘米 啊 这42针 我们给它改织成什么 给它改织成这样的啊 就是两针 哎 我看这花纹 啊 两针反针 一针正针 但是这一针正针拧着织啊 一行拧 一行不拧 记住了吗 就是它的袜装的部分 这部分 我们要向上给它 环形至 11厘米 看 这11厘米啊 织完11厘米以后 所有的针套都在这上面呢 不要管它 不要理会它 另线 起针 织这个袜装的部分 这也就是我之前 给大家讲过的 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袜子啊 比较适合从上往下织啊 等下一个教程的时候 再有袜子 我给大家给它 找一个从上往下织的教程啊 让大家两种方式都会 好 这时候我们另线 给它起多少 起98针 织什么 织这个花纹 曼陀罗花纹 这花纹怎么织的呢 同学们 准备截图 看 这个 曼陀罗花纹 怎么老对不上这镜头呢 好了 曼陀罗花纹啊 同学们知这个 好 你会发现 你起的针数啊 是由两针反针 和七针正针组成的 然后线上织三行 织三行之后呢 在两侧 就是七针正针的两侧啊 各一行两针并一针 各一行两针并一针 直到把它并长 一针了为止 然后呢 你看 再向上 支这么高啊 大概是三厘米 最后注意 要让花纹向外 其实实际上 你织的时候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翻过来才是向外啊 实际上是花纹向里 也就是说 它们两个是颠倒着的 这是表面 这就是啊 内侧 然后按照这样的方式 要是要给它两部分 要给它两部分 给它怎样 织缝在一起 明白了吗 不要太紧 这样 你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 带有好看袜装的一个小袜子 整个过程 说完了 我相信你的所有所有的问题 都卡在了后脚跟上啊 但是没关系 另外 我们在这起针的这个位置啊 最初我们起针的这个位置 看到了吗 最后 实际上你织完以后 这是滋着的 开口的啊 你从内部给它缝合上 如果大家不会缝 将来 哎呀 我之前给大家录制过 很多这样的教程啊 就是怎样将两个 正针对正针对头缝合 怎样用同色线缝出 丝毫痕迹都没有的 这种缝合效果啊 到时候我会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是新手啊 不会这些 没关系 从内部给它直接缝合上就行了 好了 一个非常好看的小袜子的教程 就讲到这了 希望 你对袜子有了一定的了解 并且自己能够独立完成一件 好了 如果喜欢今天教程 请点赞 感谢各位